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次讲完了耶稣基督的定十字架 一直到他教出自己的气息和灵魂 受死 从马太福音27章57节开始 到了晚上 就是当天的晚上 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 是亚里马太来的 亚里马太是一个地方 就他从那里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那这里的门徒并不是那十二个门徒 就可见他是信耶稣的 但并不是说就一直跟随耶稣 所以这样一个人 那亚里马太是以法年三地的一个小镇 它大概是位于耶路撒冷西北 约二十英里的这个地方 那约瑟就和尼格迪姆一样 他是暗暗地做主的门徒 并不是一直跟着他的 就像其他的十二使徒啊 还有那些玛尼亚啊等等 就是那些妇女们 所以他并没有跟到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下面 没有观看他整个的死 他呢是因为被这个主十字架 替死的爱说摸着 才有胆量来表明自己身份 因为他说是亚里马太来的 之前呢也没有怎么记载这位门徒 但为什么这耶稣已经死了 却敢于和过去不一样 反而来认主呢 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门徒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他的心呢要被捉摸着 我并不认为他比其他的那十二使徒 其他的门徒更明白耶稣对自己的预言 就说他肯定能复活 并不是他相信耶稣一定能复活 一定还会掌权 所以来要安放耶稣 这个人是当耶稣这样的死 我相信一定使他回忆起耶稣所做的种种 耶稣对人的爱 医治 教导 然而 这一刻却被弃绝 因为这种 因为这种 替死的爱 因为这种他肉心所能感知的 甚至是不公平 感受到耶稣的那份孤单被弃绝 因此他心里才有胆量说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所以这个亚尼玛泰的约瑟呢 做这件事 他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那可见这个约瑟呢 还是有一点社会地位 或者钱很多 因为他能够直接求见比拉多嘛 是官员 并且比拉多也就说把身体给他 那约瑟取了身体 就耶稣的身体 用干净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心坟墓里 就是他着在磐石里的 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那他做的事情我们看 就说明第一 他有肉心 他爱耶稣 但也说明 他并不明白耶稣 指责自己复活所教导的 他用干净细麻布裹好 从葬礼的角度上来说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他真相信耶稣会复活 那就不能这样过 因为你想 即便是一个活人 你用干净细麻布 他们那个果是要加膏油的 而且虽然不是像后来有很多的膏油 当时能拿到一定是要用香膏膏油来一层层裹起来 从脚到头到脸上全裹起来 活人也能被闷死 可见他一定是看到或者说一定是非常确定耶稣已经死了 所以以后有一些传说说耶稣有可能当时只是昏过去了 后来醒过来 从这句话来说就不可能 如果是昏过去 那醒过来也会憋憋死 因为这个细麻布 我们如果去看那个果实部 还有那个地区 因为我也去过 以色列那个地区 其实他的果法和埃及那种木乃伊里面 那个人的尸体的果法是一样 鼻子粘一层层全果主 所以他是不可能昏过去醒过来的 那么他把它安放在自己的十阴坟墓 他自己是个财主 这就印合了旧约里面说 他要与财主同葬 就旧约里面对于米赛亚的预言是与财主同葬 他虽然不是和约瑟同葬 但是放在他的新坟墓里面 约瑟将来也是要埋在这个坟墓里面的 所以这也是应验了旧约的这一句预言 是在以色亚书53章9节 那接着呢 他又把大石头滚到木门口就去了 大石头滚到木门口就把木门口挡住 因为坐得也比较冲冲 马上就逾越节嘛 他就走了 但是他把大石头滚到木门口 后来我们待会再看 就也派冰丁去守候 他把大石头滚到木门口 也说明他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 有摩大纳的玛尼亚和那个玛尼亚在那里 对着坟墓坐着 所以有两位女士 摩大纳的玛尼亚 还有那个玛尼亚 可能就是指格罗埃的妻子玛尼亚 但是也有可能是指耶稣的母亲玛尼亚 所以那个是一个特定语啊 我个人比较认为 可能是耶稣的母亲玛尼亚 他们呢就面对坟墓坐着 他们的爱使他们不愿离弃 哪怕耶稣已经死了 已经埋在坟墓里 他们也不愿离开他 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专门就是写摩大纳玛尼亚的 也特别写到这个时候 他就不知道该去哪里 因为他所有的爱 所有的聚焦点 期待者就是耶稣 即便他被买在墓里面 次日 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 来见比拉多说 大人 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 还活着的时候 曾说 三日后我要复活 因此 请吩咐人将坟墓 把守妥当 直到第三日 恐怕他的门徒来 把他偷了去 就告诉百姓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 那后来的迷惑 比先前的更厉害了 比拉多说 你们有看守的兵 去吧 尽你们所能的 把守妥当 他们就带着 看守的兵桶去 封了石头 把坟墓 把守妥当 而我们看这一段 到第二天呢 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 这个次日是指礼拜天 就是安息日 就马上要进入预备日 预备日就是指 逾月节的节日 从礼拜四日诺 到礼拜五日诺 所以礼拜天呢 算预备日的第二天 就礼拜四日诺 到礼拜五日诺 是预备日 预备日的第二天 那就是星期六 安息日 安息日的时候 你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过去经常说 安息日我们不能做那 不能做这 但他们安息日 缺行动 做什么行动呢 来见彼拉多 要害死人 害死什么人呢 就是耶稣 他们不仅把他钉十字架 把他放到坟墓里面 他们还要杜绝 耶稣有可能复活 或者说 耶稣被他们的门徒 偷出来 所以他们就要求 把外面已经滚的 那个大石头呢 要封住 并且不让他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撒旦的黑暗权势呢 可见是最怕 复活生命的见证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他们是用尽 所有这个宗教的办法 政治的力量 比如彼拉多 都要把主定死 不仅要定死 而且要把主 和他的门徒们 就是这种信心 都要拘禁在死亡里面 他就要把他封住 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见 宗教 能够将人 将这种宗教 权势的罪人们 把他们的恶 放大到什么程度 就放大到 这种要使用 所有的力量 来完成 他们所谓的 稳定 他们要宗教稳定 他们所谓的宗教稳定 其实也是维稳啊 他们所谓的宗教稳定 就是自己 保持在 宗教领袖的地位 就害怕耶稣 那么他这个地方 六十四节 我们看到他说 恐怕他的门徒 把他偷去了 告诉百姓 说他死里复活 那这个 在之后呢 果然他们用 这种谎言 也一直 流传了很多地方 甚至现在 也有的人 怀疑耶稣有没有死 也会说 哎他有可能死了 但是他的门徒 把他偷去 但有一条 后来我认为是不可能 耶稣的门徒 把他偷去以后 再谎称他死里复活 因为耶稣的门徒 如果说 把他偷去以后 谎称他死里复活 就是把耶稣 当成一个傀儡 来进行一个宗教活动的话 他们是 不值得的 原因是 之前他们是胆怯的 耶稣还活着 只是被抓 被定死 他们都逃了 甚至没有几个 能够一直陪伴 看耶稣 整个受死过程的 那么这个时候 明明 耶稣已经是死了的 那他们怎么可能 拿自己的生命 来 交电 在这样一个 自己所做的谎言之上呢 正是耶稣基督 真正的复活了 才使得这些门徒 彻底的改变 后来成为传讲福音 献上生命的 这样一批石头 所以这里 我们也看到 当时 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言 那彼拉多呢 是允许他们去 把这个石头 门都封好 他们呢 也是带着冰丁去封的 而且你也不能说是 看守冰丁 都睡着了 因为是 这些祭司长 和法利赛人 带着看守的 兵同去 封了石头 把坟墓 把手拖到 可见并不是 仅仅是彼拉多 让一些兵丁去把手 而是 包括这些 祭司长 法利赛人 非常相信的人 那这里 我们就看见 耶稣坟墓被封的 三重措施 第一是打石头 第二是封印 第三是冰丁 三重严密的措施 那在这个墓里面呢 而耶稣的身体呢 又是被细麻布 膏油全部包裹得很紧 全部裹住的 所以由此可见 耶稣的复活是真实 而是神迹是超越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 我们来看 耶稣复活以后 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 二十八章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大家 八天父 真是我们来感谢你 当我们看见 耶稣被埋葬的时候 这个约瑟 他虽然不明白 主的心意 虽然不明白 主会复活 但是他以自己的良心 以自己的爱 就愿意敢于站出来 承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 敢于来用自己 所能想到 能使用的方法 来埋葬耶稣 来为耶稣所做事 我们更看到 两位玛利亚 因为他们所有的希望 所有生命中 一切的焦点 都只是耶稣 这样一位 他们的良人 因此他们会守着坟墓前 不愿离去 我们也看见 这些宗教人士 宗教领袖 祭司长和法尼赛人 他内心的恶毒 因为他们 真是代表着 人类的宗教 代表着 魔鬼撒旦的势力 也使用了这种 政治的权利 层层封控 层层把耶稣 把这个复活 救恩的能力 要捆绑在死亡之中 要封锁在死亡之中 所以他们来把守 主啊就求你 让我们 能够与耶稣 重生复活的生命一样 能够走出坟墓 主啊就求你 让我们始终对主 怀一颗肉心 即便有些道理不明白 但我们愿意跟随他 愿意来和他连结 愿意来等候 全恩主 将我们心中 人的宗教 全世的诱惑 那些一切 那些罪恶的东西 都来去除干净 主 谢谢主 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更认识你 帮助我们 更连接于你 你帮助我们 全部的生命和情感 聚焦于你 奉祝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or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优优优独播